我們說了感應電流 市場變化會產生感應電流 那麼感應電流的大小跟方向呢 一樣 國中大小不重要 我們只要跟他誰有關就好了 沒有任何形式的計算 感應電流大小跟磁場變化率成正比 磁場變化率越大 感應電流越大 一個是V靠近 一個是2V靠近 2V靠近的感應電流會比較大 因為市場變化率越大 然後呢這叫做法拉第定律 叫做法拉第定律 那麼還除了市場變化率之外呢 還會跟限限密度有關 還會跟市場強度有關 不過我們一般考試的時候 通常就只有考那個 市場變化率 那麼有的時候也會出現限限密度 基本上國中是沒有考慮 市場強度這個問題 所以呢 感應電流大小 是跟市場變化率有關 跟限限密度有關 跟 磁場強度有關 知道就可以了 那麼重點是在方向 感應電流方向是向哪裡呢 那麼這是由所謂的冷視定律來決定的 冷視定律令人決定 說我們的方向 冷視定律的文言文是這樣說的 文言文是說 感應電流所產生的磁場會抵消原來的磁場變化 好 如果原來磁場變化 如果原來 B 所以現在有兩個磁場 一個是原來在變化的磁場 一個是 然後 後來產生感應電流所生的磁場 那這兩個磁場有什麼關係 B的磁場會來抵消 A磁場的變化 A如果減弱 就使他增強一點 A如果增強 就使他 減弱一點 這叫做冷視定律 冷視定律 那麼有一個結果 你可以把它用當作背的背下來 叫做靠近的時候會生同名幾 遠離的時候會生一名幾 當我把N靠近的時候 就表示我的磁力線越來越多 越來越靠近 磁脊越來越強 所以我就要生一個出去的抵消他 所以N靠近的時候呢 這就生N 因為你 往左邊的磁力線越來越強 我就生一個往右邊的抵消他 那如果我把它往右邊拉 往右邊拉 N就減弱 減弱了 所以呢 向 左邊的磁力會變少 那我就生一個向左邊的磁力來增強他 那麼結果就是上面這個寫的結果 靠近的時候 會生同名幾 遠離的時候會生一名幾 然後我會用一個簡單的白話文來告訴你怎麼記 我們簡單的白話文就是 想來的不要他來 要走的不讓他走 小姐我們去看電影好嗎 不要 那我約別人不可以 想來的不讓他來 要走的不讓他走 想靠近我的不讓他靠近 所以當我的N要靠近的時候 我不讓他來 那我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他不讓他來 生一個誰不讓他來 生一個N嘛 同名極會相 讓我們可以判斷 判別 我們的會產生的磁極 然後 就回到了以前的安培 右手定則 如果我右邊要升N 那電流應該怎麼流 如果右邊要升S 電流要怎麼流 這是以前學的安培 右手定則 來知道我的電流的方向 這就是所謂的 冷視定律 對